与讯息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接下来请收看蔬食好的主意 蔬食好主意 美味有创意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今天的蔬食好主意 台湾可以说是外国人 很喜欢来观光的国家 除了有风景与地方特色之外 最令人惊艳的就是台湾的美食与夜市 不过最令人值得感动的事情 就是称赞台湾是吃素者的天堂 随着吃素观念普及 处处可见素食餐厅 还有各式各样的素食料理 让人觉得吃素非常方便 要是能够自己学着做 就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亲朋好友 随时都享用到美食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 下面精彩的节目 学习做美味的素食料理吧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第一道料理 叫做鱼香茄子 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鱼香茄子需要的食材有哪些 我们鱼香茄子需要的有茄子 老姜 辣椒 九层塔 酥肉丁 调味料有太白粉 砂糖 番茄酱 青酱油 素蚝油 沙拉油 辣豆瓣酱 经由这些食材 就可以为我们做出一道美味料理哦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我们的美食达人潘师兄 来为我们介绍这道菜的做法 潘师兄 师姐阿弥陀佛 潘师兄阿弥陀佛 SG的观众朋友阿弥陀佛 今天要介绍这道菜叫做鱼香茄子 那今天的茄子有我们的麻吉丘 高棧塔 素肉丁 还有老姜 还有辣椒 师兄我们要怎么知道 什么样子的茄子叫做麻吉丘 听说那是很好吃的茄子 对 麻吉丘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它本身你看看它是咸的 阿弥陀佛它是稍微脱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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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圆的 对 麻吉丘它本身吃起来比较嫩比较好吃 那我们所选择就是选择比较好吃的这个 哦我吃过我吃过 真的有差差很多 那我们就先用这个茄子 我们先来处理这个茄子 那本身它这个茄子我们都已经洗好了 那我们先把它切成一样 切成滚刀 你会看它这个茄子鸡 它本身就是你把它看起来就是它很软 纤维纸你看它这里切起来这样 看起来这样软软软有了 哦切的时候就会有感觉了 大概我们大概要那个量 一盘的量差不多这样 那至于辣椒 我们也是一样稍微把它切一下 也是一样同样那个量就可以了 那个姜 好姜我们就先把它切末 记得那个茄子我们要炸 那我们的油稍微把它开大大一点 这油哦 那你煮这个 麻糬丘 它的油也不能太冷哦 要记得 这油要太冷哦 它像真的它 computer Fan 它的eteроп 它的颜色它不会很漂亮 那油也不能太过热 那我们要怎么样看说这个油大概 它的温度是不是有 到达180度吗 好我们就uk 像我们的姜末 丢一点点下去 ñik 它的油温还不够 还不是说那么热 稍微 用這樣的方式來測說它的油溫到了沒 是不是最適合炸茄子的時候 對 那現在的油溫現在已經慢慢的起來 你看這個我們剛剛有放一些薑末下去對不對 那我們這樣一看的時候它有在冒泡號就表示說 它有已經開始在熱了 就是那個薑丟下去馬上會浮起來就是最好的溫度了 對 你現在看 這樣可以我們就慢慢先下 這樣下去 有嗎 就能炸出很漂亮的茄子顏色 不可以太過冷 你如果太過冷 給我浸起來它的那個層 本身就不會那麼的亮 太過熱 你太熱它浸起來 表面上已經炒得熱了 但是裡面還沒有熟 所以它這個火候真的要控制好 對 這樣子我們先跟它動一下 這邊我們先不用管它 我們這邊可以先先給它開熱熱鍋 油一點點 加一些些的油下去 油不要不要不要 記得那個油不要放太多 因為它本身我們在炸這個茄子 茄子已經吸飽了油了 對 已經本身就有油了 這樣子 我們也是加一薑 薑先下去 爆香 爆香 你看它這個茄子慢慢炸 它的顏色會越來越亮 好 讓我們 這邊我們先用水洞一下 酥肉 那個酥肉丁 對 酥肉丁 一起下去 爆香入味 同樣這個茄子再炸 我們也差不多 炸差不多 七八分熟 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了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要過來 這邊稍微 跟它稍微煮一下 這個大豆蛋白 我們跟它炒一次 把它炒稍微給它乾 給它那個大豆的那個香味 先給它出來 再來加一些 醬油 醬油 在加之前 如果火太大 我們可以把它關稍微 小一點 怕不會炒會大 好 加一些醬油 醬油 辣椒醬 一點點 那比例我們自己要抓好 不要太過於那個 味道不要太重 對 敢吃辣的加多一點沒關係 沒關係 阿不敢吃辣的人呢 就放一點點 還有糖 放一點點 還有水 大概三條的水醬就可以了 三條的水 稍微給它稍微弄一下 它的比例也是 剛那個我們炸的那個 切 丘的那個比例一樣 那你看它這個鞋子 它的顏色已經快要好了 對不對 我們先 撈起來 我先把它關掉 然後再撈 好 它的顏色到的時候 就要趕緊把它撈起來 對 也不能炸過於 炸過頭 你炸過頭 它整個顏色 整個 茄子本身的 那個色 顏色會不漂亮 也會老掉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放過來這邊 我可以再大一點點 讓它瘦一些汁 瘦一些汁 瘦一些汁 再加一些辣椒 辣椒為什麼最後才下 因為現在人家比較不愛吃 比較不愛吃得尖 現在這個稍微煮一下 我們先下去 哇 它這個香味整個就提起來了 稍微靠 靠一下 入那個結尾味 先給它 你看 你看 它就變得很香很香 對 這樣好 來 好了嗎 可以了 火把它切成 這樣就好了 我們這道美食 即將完成囉 這樣你看看 很好吃 這個 這個 我們給它擦一下 美味的料理 也是要有好看的排盤 好 乾燥茄子 完成 我們這道美味的茄子 就這樣完成囉 各位菩薩 您學起來了嗎 茄子 食材 茄子 老薑 辣椒 九層塔 素肉丁 調味料 太白粉 砂糖 番茄醬 青醬油 素蠔油 沙拉油 辣豆瓣醬 做法 一 茄子洗淨後 切滾刀備用 辣椒切斷 老薑切末備用 二 將油鍋 倒入500cc的油 熱至180度左右 將茄子下鍋 炸約一分鐘 定色後 撈起備用 三 炒鍋入油燒熱 放入姜末 素肉丁爆香 加入青醬油 素蠔油 辣豆瓣醬 番茄醬 砂糖 集水拌炒 四 在三 加入茄子 燒至湯汁略收之後 加入九層塔 魚辣椒 略炒即完成 接下來要為各位菩薩示範的是另一道菜色 叫做粉蒸紅棗南瓜 讓我們來看看粉蒸紅棗南瓜需要的食材有哪些呢 有南瓜 紅棗 老薑 青椒 辣椒 那我們的調味料有哪些呢 有酥蠔油 砂糖 沙拉油 素蒸肉粉 素辣豆瓣醬 以及太白粉 透過這些食材就可以為我們做出一道美味料理喔 緊接著我們依然請我們的美食達人潘師兄來為我們介紹另外一道美食料理 潘師兄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潘師兄 好 現在我們來準備這一道菜叫做粉蒸紅棗南瓜 好 那我們首先把這個南瓜我們先把它處理 把這個皮稍微去皮 喔 看師兄的功夫挺好的喔 多直接用刀子這樣子就開始去皮了 那有的人你如果不光便的話可以拿那個 我們的婆婆媽媽大約沒有這等的功力啦 我們用那種比較能夠厚削的那種削刀來為這個南瓜去皮 這樣就可以了 對 要小心喔 好 那我們大概先把這個皮待會削 我們需要的量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樣隨便把它削 削好之後把這個皮先把它收到旁邊去 那一般如果家庭主婦如果不會的話 可以用那個卡哇 稍微把它削一削 像這個 卡哇 可以拿拿稍微把它削 這樣子做也是可以 對 都可以 這樣子做也可以 以自己順手安全的方式來做的話 這樣子又可以做出美食 然後呢 又不失安全 那再來我們就把它切對半 今天沒有要做很多 大約都差不多兩人份左右 把它去植 把它處理掉 這個師兄我們能夠選擇的這個南瓜 只有這一種 這個叫做什麼品種啊 它這一種的是屬於 因為南瓜它本身它分 有東森南瓜也有栗子 南瓜 那我們選擇這一種的是屬於 屬於 屬於 本土種的 本土種的 金貝 本地的 差別在哪裡 因為它 它的 水分比較多還是少 就是看我們本身我們個人的喜歡 你如果比較喜歡吃那個 栗子南瓜的話 你就用那個栗子南瓜 喜歡吃 東森的 東森就是類似比較黃的那種 南瓜 這樣下去處理都可以 那我們這個切好之後 我們可以用這個破浪刀 然後 稍微把它切一下 我們需要的 那個 形狀出來 這樣子看起來 又美觀 然後又好吃 對 那切好之後 我們就用那個 鍋子稍微要跟它拌一下 那個醬料 要直接拌醬料 因為我們今天這道就是要用蒸的 對 所以 要來下一些調味料 本身南瓜 我們要下的那個調味料 要 剛配合這個 南瓜的量 也不要過於的多 也不要過於的少 那我們先把它所要的 放一點芥花油 有加一些下去 油 下去 才不會太乾 辣椒醬一點點 這樣子稍微跟它和一和 和它 拌均勻 對 均勻這樣子 要拌一下 等下 我們要那個蒸肉粉 放下去 這樣比較 入味 它的味道才會均勻 對 糖也少許的下去 才不會都這樣結結結 再來就是 最主要的就是這個 蒸肉粉 素蒸肉粉 素蒸肉粉 那我們也是 以南瓜的量 我們稍微跟它放下去 它的量 不夠我們 我們先加一些下去 如果那個量不太夠的話 我們再等一下 我們再加一些下去 這樣子 這樣子拌 我們這樣子在家庭裡面 有的時候這樣子 可以做一些變化 來增加我們家人能夠 願意吃素 的那種心情這樣的話 也挺好的 多學習一些像這樣的 如果比較乾的話 我們可以加一些水 水 水加一些下去 這樣 蒸起來比較不會那麼 那麼的乾 然後再跟它攪一下子 攪拌均勻 那攪好之後 我們要拿一個盤的 我們蒸肉粉需要再加一些嗎 應該可以了啦 如果你看 如果它比較濕一點點 我們還可以再加一點點 還可以再加一點點 這樣子 對 它的濃稠度 要給它控制好 它的這個蒸肉粉 最好就是 有沾附一些在上面 這樣蒸出來之後 所有那個效果啊 口感啊 都吃得到 才會更好 那現在我們 潘師兄要 幫他做一個簡單的 扣保狀 對 等一下扣出來的時候 就會美美的喔 紅棗 我們把它排在最上面 就在最 等於等一下扣起來的時候 就是在最上面 現在在最下面 這個用好之後 我們把它放在這個 扣保上面 我們平常家裡面 就可以用碗 來製造出 等一下扣出來的時候 它的樣子 能夠這樣尖尖的 這樣子漂亮的樣子 今天這樣子就大致的 算完成它的基本的架構 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調這樣子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在蒸籠裡面 開始跟它蒸了 對 這樣子 那是 又用大概多大的火 下去蒸咧 潘師兄 大概 好 那我們就等這個南瓜 等它水滾之後 再蒸15分鐘的時間 我們過來做排斥的動作 大概我們稍微切可以排的那個厚度 把它排它的盤子的邊 這個做菜也很重視它的擺飾美觀喔 對像我們擺飾的東西 可以用小黃瓜 紅蘿蔔 大黃瓜 這些新鮮的食材都可以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 襯托那個食物它的美觀 我今天算學到了 對像我們這樣子 稍微跟它排一下 一道很簡單的料理 也可以因為我們的擺飾 而讓它看起來有這種 餐廳專業的那種樣子出來 不簡單 我們就選那個 家裡如果要 招待宴客的話 也非常的實用喔 對 那我們排的話 照顧它排 它本身它可以蒸的那個 那個碗的那個大 大小 大小 這樣子把它排一排這樣就可以了 那至於 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好像也有另外準備了 已經蒸好的喔 對 那現在我們把 師兄我們可以拿出來排了嗎 對可以了 可以了齁 南瓜也差不多了 我們把它取出來一下 來 要小心 這個 做菜 也是要很注意安全的喔 夾子 那我們先把它關掉 如果家裡有夾子的話 沒有像我們師兄的功夫這麼好 小心一點 那時候我們就把它蓋上去 師兄不怕熱 這樣子蓋下去 拿起來 來 拌開啦 哇 這個先放旁邊 等一下我們還要 用一些那個 醬 下去秤透它的那個 美味出來 喔 還有醬 對 開一下鍋 好 那薑的話我們可以切一些的薑 下去秤透它的那個味道出來 喔 這道菜也算尷尬喔 出工菜 齁 齁 這個在我們那個 菜裡面齁 也屬於是 那個工夫菜之餘 我們切大概他所需要的那個 醬末的量這樣就可以了 齁 喔 各位菩薩,你們如果學起來的話 也可以堪稱專業囉 油稍微加一點點 這樣下去爆香一下 這樣爆香一下 火不用太大 現在就是要幫他 煮他的醬汁淋在上面 幫他做最後的完成 醬油也不用那麼多 因為他本身我們已經有調味在那個 南瓜的 味道已經有了 加一些水 只是增加他這一道菜 看起來 就是吃起來看起來都 比較濕潤一些 口感能夠更好一點 再加一點點醬油 他的顏色會比較漂亮 那太白粉的話我們可以加一點點 首先要用太白粉 對 那我們就一點點 大概夠那個量就可以了 太白粉也不用過於的多 慢慢加,不要一次加太多 這樣子加太多 整個變得太濃稠了 對 再加,再不夠我們再加一點點 慢慢加,不要一次 不要一次就把它加過於的多 好 你要這樣拉 這樣拉 拉 慢慢的去看他的狀態 對 但不夠我們再加一點點 對 對 不要一次的就下 全部一下 就不能夠當做醬汁 變成枕頭就糟糕了 好 我們再加一些香油 還要加點油 香油下去 好,我們再把它煎進去 這道菜這樣子就 美美的 就完成了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來 真是不簡單 來 我們幫他把這個盤子呢 給他擦乾淨 就是一道很好的宴會料理咯 各位菩薩,你學起來了嗎? 謝謝 我們幫我 粉蒸紅棗南瓜 食材 南瓜 紅棗 老薑 青椒 辣椒 調味料 素蚝油、沙拉油、太白粉、砂糖、辣豆瓣酱、素蒸肉粉 做法 1.将南瓜去皮去籽,切成块状放入碗中 加少许素蚝油、沙拉油或芥花油、辣豆瓣酱和糖调味 最后再加上素蒸肉粉搅拌均匀 2.将红枣铺在另外一个碗中 把调味好的南瓜全部放入 再放入蒸锅 以大火蒸到水滚后约15分钟 3.等待的时间将青椒切片做盘式 将蒸好的南瓜放入盘中 4.调味把老姜切末爆香 加少许酱油 水和太白粉勾芡 最后把酱汁淋上 即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邮政划播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划播帐号1996-5232 1996-5232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土地银行 005 帐号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救护生命 庆祝佛诞节 慈悲至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特举办 恭送玉佛功德经 佛遗教三经 即佛遣大贡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生众 共同领众 日期5月6日 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 玉佛功德经 下午1点半 佛遗教三经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沃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参与法会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举办共修法会 日期5月7日 星期六起 时间每周六 下午2点至5点 恭送不动如来 品经文 修持不动佛仪轨 恭送月葬经 吉祥文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逢农历初一 5月1号 5月30号 15 5月15号 时间下午2点 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 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睦福恩 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睦福恩 加入分会 赖群组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法会后 接会回向 南摩上师日光之 多罗数王 圣德如来 南摩上师日光之 多罗数王 圣德如来 南摩上师日光之 多罗数王 圣德如来 念诵一遍 能消除 断众生肢体 即杀生 食肉 等罪障 没有尽力 等分析 未经认识 魔之 可登记 可登记